以前大家的印象国光号小姐好像都是欧巴桑的年纪 而现在呢第一批跟校园合作的国光小姐今天亮相了 她们都还在学校读书只有20岁不到 但是心里呢却也很务实哦 她们很希望能够借由实习的经验来累积工作经验 欢迎当成国光客运 活泼的个性甜美的笑容 客运业者跟海洋技术学院合作要领选新一代的国光小姐 比照空姐的挑选水准要掀起巴士旅游的风潮 来看看经过百人竞争挑选出来的同学 陈小文80年次身高166公分体重50公斤 而且还是个泰雅公主 同样也是80年次的廖彦玲 身高164公分体重48公斤 小小年纪就很有想法 我们是以空服务员的那个标准 然后先来做国光小姐这样子的水准 慢慢的提升自己的能力 按照地缘 新的国光小姐将会从金山东北角开始服务 未来还会有日月坛跟墾丁两条路线 业者预期将会带来新的课程 我想大概能够全年能够 能够国大的客运跟国民旅游能够成长两层 看好新人带动的商机 或许未来建教合作 就会成为客运业纳财的新管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